課長 今天這個主要是沒有規劃好 你們平面都已經 像84項有沒有退縮 副輪接有沒有退縮 大道理有沒有退縮 連我接80項有沒有退縮 你要畫出一個吸線出來 讓人家知道有沒有退縮 今天這個會議 浪費多少的時間 了無心意嘛 大家都往舊論人 舊字同題 沒有好的新的意見 都是以前的之前的 每次都是這個話 話題都是講出來的 重題 了無心意 所以說個人手心 因為他是大道路跟福德街 個人手心 大道理那些 個人手心 不一樣的需求 所以說大家互相提諒一下 福德街大道路都是需求是這樣子 如果能夠趕快規劃出來 是最好的 如果是大任理的大道理 我個人個人個人 裡面不是不一樣的 請大家互相的 互相的配合一下 我們是 朱波里是 朱波里的福德街 他跟大道路 他們是一致說 喜歡是 趕快規劃好 趕快興建 希望是儘管 捷運機把 研進 延伸過來 趕快 把以前的 把這個 那個 捷運機趕快延伸過來 不是解決了嗎 接下來如果在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 那個設施的話 慢慢來做也無所謂 你分手 做幾段來做也無所謂 不是做一次出來 希望 那個 那個平宅那邊的話 盡量 把它打平 讓車子 附近機密的車子 能夠停起來 因為前幾天晚上 十點多還在開服單 一些機密裡面都打電話說 為什麼十點多還在開服單 請醫院幫忙一下 那個十點多的話 最好不要 就進來開服單 謝謝 就是因為沒有停車會停 就是沒有停車會停 所以在十點多還在開服單 多悲哀 我想今天 那個獨法集跟社會集 今天開這個會 其實 真是一個初步的 我們希望說 在未來 能夠臨近更多的共識 能夠很快有一個 不要拖拉的感覺 不要了無心意的感覺 能夠 盡速讓大家說 你葫蘆裡是賣的是什麼樣的藥 那做什麼 推什麼菜 出什麼心意 要讓大家能夠盡速了解 那所有的民眾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手提的意見 應該就要受到 保障 跟受到尊重 以及受到 受到 所謂的 要去瞭解它 這個想法的那種 以後做出來的 規劃案 才會正確 我看是這樣子 今天 各位在座的都不是結證官員 他們只是來聽意見的 所以 講了再多 他們只是把意見 說回去 那我這麼說 剛剛有位小姐講的 把它寫上去 交給他們 那麼我希望以後 這個會能夠持續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工程 不要說開了一次 又過了半年再開一次 半年之後又決定要做什麼事 那這樣會讓人民覺得說 它的潛意是被出賣的 它的潛意是被淹沒的 我想大家的心思應該是這樣子的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